我没骂脏话 对 我就是说井大哥老爷们屁股那么沉呢 坐哪一个坑 站哪一个井 拔都拔不出来 属萝卜的呀 那么大肚子的一个孕妇站你旁边 你都看不见 怎么的 不是低声妈养的呀 没在娘胎里开过经济试用房啊 挨骂都爽种不知道 跟皮腊肉的往那移坐 装什么试管婴儿啊 说得比脏话都难听 那就对了 那您是我骂的对不对啊 那么大肚子的孕妇在车里 那是挤来挤去 他一个身强力壮的大老爷们 他就坐得住 不是 你知道你骂那个人是谁 是谁都欠骂 那是我们老板 我哪知道他是你们老板呢 害怕了吧 颤抖了吧 我要知道他是老板 我更得骂他 老板 成功人士 那素质怎么还不如普通老百姓呢 我跟你说 少说两句啊 这种人就不能怪他毛病 我认性 嗯 嗯 你认识的吗 来 简厉 你叫什么门 认性 叫什么 认性 你怎么能叫认性呢 我怎么就不能叫认性呢 我爸爸就认真给我取名 叫认性 那你 那你爸爸也太认性了 这是女孩子家家的名吗 这怎么不是女孩家的名 但是我挺喜欢别人叫我认性的 而且我为人认性 做事也认性 你看 别看我把你们领导给得罪了 我还就想应骗你们那份工作呢 别问我为什么 认性 你是挺认性的 那我考考你 你了解我们这份工作吗 当然了 我在环球公司做过六年 啊 但是我告诉你 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还要保持办公室的环境 啊 要做到聪明己经 一成步 啊 没问题啊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过 啊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是吗 给我擦擦鞋吧 什么 你不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吗 给我擦擦鞋 这 你要是不愿意干呢 你可以说no 这不是no不no的 这我是来应骗的 又不是来擦鞋的 哦 我是主任 主任性的 行 您认性 我叫您认性 哎呀 找你 我呀 跟你对居 没素质 你管我 起不起脚呢 我愿意有认性 哎呀 好了好了 别闹了 老板你看看他呀 多认性呢 老板 对没错 来 你见过这张合影吗 哎 这不是我原来公司年会的合影吗 您怎么会有啊 你再看看 这个人 这不就是我吗 真的是您 哎 那您怎么参加我们公司的 这个年会呀 你原来公司的老板 是我朋友 我听说 你特别爱给你老板提意见 而且不分时间场合 有的时候大庭广众之下 照题不误 整得你们老板特别没面子 是这样吗 是 啊 小姑娘长得流光碎环的 你咋就愿意干这种事呢 啊 老板 这种人咱们可不能用啊 啊 那你说咱们得用什么样人 老板 听话 嗯 我觉得吧 这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谁 就是我小姨子 我小姨子长得那是 秀外惠中 秀色可猜 哎 长得老漂亮了 那有多漂亮啊 你不见过我媳妇吗 见过 哎 姐俩长得那是一模一样的 哦 那还是算了吧 哈哈 不是 我 我媳妇长得那么磕声吗 不是 老板 就算不用我小姨子 那也不能用这种人吧 我是什么人了 你说你那种人 你干出这种事你是什么人 我干什么事了我呀 哎 反正我们公司不能用你 用不用又不是你 就不用 好了 前两天 我看着你原来老板了 他跟我说 虽然你愿意给他提意见 你弄得他很没面子 而且现在离开他公司 他觉着 你仍然是个人才 而且他跟我说 他特别想感谢你 所以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就留到我的公司 做一名办公室主任 怎么样 不是 我考虑考虑 你考虑什么考虑考虑 老板 你还是考虑考虑我吧 你说他当办公室主任 我干什么呀 你可以在他手下干文秘 老板 你这合适吗 合适吗 我是老板 我任性 不是 老板 老板 你过来 干嘛 给我擦擦鞋 那这文秘 你干是不干呢 你可真任性 比认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